在我们这边有一对七零后的夫妻 50岁左右的人了 最近这两年靠种植一种东西 在我们这边建成买了一套房子 虽然现在是暗街 但是他们年底又打算买一辆车子 可以说是买车买房 想想他们都年近50岁的人了 年车路还可以这么高 他们到底种植什么样的水果呢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跟着我一起去了解一下 它的水果就种在这个深山当中 我们开车的话 也开了将近有一个多小时才到达这里 看啊他们种植的水果呢 就是猕猴桃了 我这个老乡呢 种植这个猕猴桃啊 有红心 绿心 红心的 这些品种都有啊 那我头顶上这一些呢 就是黄心的 这个黄心的啊 现在是还没有熟 现在熟的只有绿心的啊 那我们到上面去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猕猴桃呢 它不仅个头大啊 它的产量也是非常高的 看 可以看得出来 我这个老乡啊 属于大丰收啊 现在 就这哈哈天的 一直到那上面 都是这种猕猴桃啊 哇 好漂亮啊 硕过累累的 而且个头都还不错 个头都挺大一个的 刚刚呢 跟那个老乡聊了一下啊 他说种植这个猕猴桃呀 他一共种植了六年了 那直到第三年的时候 才会有一点这个果实啊 前两年都是没有果实的 而且他们当初投入的时候呢 他说也是投了有几十万块钱了 共有三十某地啊 这三十某地 种的全部都是这种猕猴桃 他的这些猕猴桃呢 有批发有零售啊 就比如零售的话 就是说游客过来这边采摘的话 是18块钱一斤来卖的 但是如果是批发的话 买了500斤的话 就算6块钱一斤 这个价格是相当的不错啊 这个果子呢 也是非常的甜 刚刚我也是尝了一下 我也再一点带回去吃 租的都是一些亲戚朋友的地 一年的租金呢 总共也就5000块钱左右 非常的不错啊 他说呢这边都是人工除草的 这些草呢 是不能打那个除草剂的 因为怕会伤到这个猕猴桃 这个主根 好了朋友们 这一边呢 就是这个瑞金的猕猴桃了 那现在我朋友他们呢 都已经摘了有几框了 而且那个老板他们呀 也在那里面帮忙采摘 看这个猕猴桃啊 真的是非常大个啊 这样握根本就握不住 看刚刚这个大树 已经挑了一旦下去啊 就是刚刚有人在下面 已经预定了的 他现在挑下去呢 就是直接卖掉的 现在呢有一点渴了 我决定削一个来尝一下 这个是在树上 就已经熟了的啊 现在按下去呢 都是有一点暖暖的 现在先尝一下 非常的香甜 他这个心呀 也是暖暖的了 不是很硬的那种 看这个就是老板跟老板娘 他们的笑容啊 脸上笑得好开心啊 好开心 大丰收啊 辛苦一年了 冲突姐 总要丰收了是吧 朋友们看啊 那边呢又来了一批 来这边采摘这个猕猴桃的 那个游客啊 采摘这个猕猴桃 一边呢可以体验一下农村生活嘛 然后一边呢 又可以锻炼身体 另外呢还可以采到 这么好吃的这个猕猴桃啊 这好多呀 什么叫做大分收啊 不要钱一样的疯长啊 看这种猕猴桃的果心啊 它下面是有点尖尖的 这种呢就是听老板讲 这种是比较脆的 叫黄心果 听这个老板讲呢 他们一年的产量 最少都有三四万斤啊 好了朋友们 在你们的家乡 有人种植这种吃香的水果吗 欢迎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哦 那今天视频我就分享到 你看那是白癡的 的 所以你很快可以